欢迎收听快川,我是阿希,如果你喜欢我的话,就到我的部落向我阿达提亲吧。 第180集 结果,南巡就这么做了,他一下跳到了阿芒身上,抱着他脑袋,在那鲜薄性感的唇上狠狠咬了几口。 等到聊完了,他又从他身上滑了下去,可是阿芒不干了,狠狠地把着他修长的腿,缠在自己腰上,加深了这个吻。 远古人其实是不大喜欢接吻的,这可能与大多数人不刷牙,所以有口臭有关。 但是阿芒是一个很讲究的人,南巡觉得他似乎是经常嚼一些可以清洗口腔的青草,所以他的嘴里一点异味都没有,相反,每次都带着好闻的草香。 南巡决定下次给他做个牙刷,第一只牙刷是初雪妞做的,他让阿芒将木头削出牙刷的把手,然后将找到的一种毛绒草绑在了另一端。 整个部落坚持用牙刷的,也就只有他和初雪两人,连阿芒都因为不习惯所以不常用。 可南巡相信,如此讲究的阿芒一定会喜欢这个小玩意儿,等到亲密够了,阿芒才将缠在他身上的女人放了下来。 阿芯,这蛇皮围裙是我让部落里手艺最好的女人做的,你喜欢吗? 喜欢,喜欢极了,这蛇皮是不是上次我打死的那条大蛇的? 阿芒笑着搂住他的腰。 对,就是那条大蛇,阿芸,我让人做了两条围裙,你一条,我一条。 南巡脸上刚刚降下去的炙热温度,蹭一下,又窜了上来。 你妈呀,他觉得眼前这个可是远古人呢,怎么有这么前卫的意识都知道做情侣装了? 那种大蛇的蛇皮,穿在身上很凉快,现在穿正好。 南巡有些害羞地捶了捶他的胸。 阿芒,我很喜欢,谢谢你。 阿芒握住他的小拳头,放在嘴边,吹了捶。 我的皮比较糙,打得疼不疼啊? 阿芒凑到他耳边,嘀嘀笑了起来。 阿芸,我第一次见你时,穿的那件瘦皮围裙,你什么时候还给我呀? 你想留着做什么,那可是我穿过的。 呸,什么留着做什么,我放着擦脚不行吗? 哦,当然行,安心的脚也香。 南巡,啊,要死了,要死了,要死了,我被一个远古人撩成狗了。 直到阿芒走远了,背影消失在了丛林里,再也看不见了。 南巡脸上的温度还没有退去,他想着阿芒临走前的话,忍不住嘀嘀傻笑了两声。 他说,下次再见时,他一定要将她带走,还会想办法得到他族人的同意。 小八突然出声了。 恶地我神爷,哇,终于完事了,我刚才放开五十后都没敢全睁眼,只睁开了条缝。 南巡一手握拳,抵在唇边轻咳了两声。 我去,你的脸怎么红成了猴屁股,你到底怎么做到的? 南巡想一拳头砸扁小八。 不过,南巡还有点试问小八,所以他收起了把小八砸成饼的想法,语气变得挺温柔的。 小八,阿芒刚走不远,你帮我个忙呗。 诶,干,干,干嘛? 哎呦,这么紧张做什么呀,我只是想让你帮我测一测阿芒的黑化质和恶念质。 哦,诶,你知道这个做什么,也不是送你来度假的,所以选择的这个世界是非常和平的。 根本不存在什么恶念质一百的大boss,就连恶念质八十以上的恶人都没有。 不过,你这次居然这么主动地问爷,也感到很欣慰呢。 嘿,谢谢你的欣慰,所以你快测一测吧。 小八,恩了一声,然后没声了。 一秒钟,两秒钟,三秒钟,过去了。 某一瞬间,小八突然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。 咦,这是为什么,为什么,为什么,这里会出现恶念质九十五的土著野人,尼玛,这不科学呀,老子以前明明考察过这个世界,根本不存在恶念质九十以上的恶人啊。 顶多十人族部落有几个杀戮比较重的小喽喽,恶念质不会超过七十的那种,天哪路,这到底是为什么,啊,为什么,为什么。 小八甚至怀疑,这个野人的恶念质不久前还是一百,只不过最近才降到了九十五。 南巡掏了掏自己的耳朵。 好了,宝贝,你可以去睡觉了。 小八,他默默地蹲在角落里哭,他觉得用完就被丢什么的,真讨厌。 可是,真正让他难过的是,这个世界发生了异变,已经不在他掌控中了。 他觉得,这个世界的走向,本来是气韵子出血,带领部落繁荣富强。 这个部落在逐渐带领别的部落,一起繁荣富强。 气韵子的功德值,就是从帮助远古人富强中获得的,根本不存在,恶念质一百的大反派让他剿灭。 小八实在搞不懂这个恶念值 极有可能是一百的大boss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小八的脑容量有限 想多了 头疼得不行 然后他就不想了 喂 那个我刚才好像忘告诉你 这个野人的黑画值了 黑画值只有三十 还算个大好少年 见多了超高的黑画值 就连三十的黑画值 小八都看不上眼了 南巡显然不怎么在意这个 听完就算了 好的 谢谢小八 语调上扬 心情不要太好 小八脑子里 突然有什么东西 明晰了起来 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喂 南巡 你该不会 事先就知道了 这个野人的恶念值这么高吧 啊 这怎么可能嘛 我又没有小八 你这么碉堡的能力 能测出人类的黑画值 恶念值啥的 我刚才 就是那么好奇的一问 小八 欧了一声 但还是觉得 哪里不对 但他 想不出来 哎呀 南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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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着阿蟒送他的 那件蛇皮围裙 口上 哼着欢快的小调 然后 一蹦一跳的 往部落里的方向去了 部落外围 用木头栅栅 简单地围了起来 栅栅的头 是削尖的那种 这是为了防止 有什么猛兽偷袭部落 等到月上中烧的时候 部落里的男人们 就会把栅栅 给关上 任何人不得进出 南巡 估摸着 时间有点晚了 不禁小跑了起来 脸蛋 跑得红扑扑的 我是阿兮 初雪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感谢您的收听 再会